由病人組織 請政府盡快為患有罕見病症的病人用藥 罕見疾病聯盟表示 醫管瀆前年起 為十幾個脊髓肌肉萎縮症患者提供新藥治療 當中只有一個成年患者 政府的解釋是未有實證顯示 用藥對兒童期發病的成年患者帶來顯著效用 但聯盟說 有國際醫學期刊今個月初發表研究 說藥物能有效改善病人活動能力 替政府重新檢視 盡快安排成年患者用藥